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前夫 他比家庭是二官重组家庭 家庭关系非常复杂 父亲还经常出来作妖 他比哈里王子大好几岁 两人是借地恋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仍旧没有阻挡哈里王子爱上梅根 让梅根嫁入英国皇室 因此 有着精彩过去的梅根 一言一行都成了全球的焦点 何况 就在五月六日 梅根王 非为哈里王子生下一死 今天 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 带着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在公众面前首次亮相 梅根王妃称 自己的儿子 有着甜美的气质 不过 哈里王子夫妇 并没有向大众透露孩子的名字 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不仅仅哈里王子夫妇 开心和兴奋 其他不少人也很兴奋 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有人设下赌局 猜测孩子是男是女 这个孩子是英国王位 第七顺位继承人 排在自己父亲的后面 对于英国皇室来说 这个孩子的出生 代表着很多不同的意义 要知道 在此前 英国皇室没有非裔的王子 而他 身上流着一些非洲黑人的血液 同时 因为自己母亲梅根王妃的原因 他一出生 就获得了美国国籍 成了英国历史上 第一个双重国籍的王子 但是 不管怎样 这都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祝他平安快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